大家好,我是小V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用料理机做的快手甜品 冰糖雪泥汁 首先我们把雪泥去皮 再把它四等份分开 切掉中间的盒 再切成小块 准备好之后 把切好的泥块全部倒入料理机 加入冰糖 再倒入500毫升的水 通过蓝牙连接在手机上的APP 选择热汤模式 时间是6分1秒 经过高速打发 里面的果汁达到沸腾的状态 为了避免被蒸汽烫伤 我们先把它的小盖子拿掉 等热气散走一部分 再去拿掉大盖子 肉眼可见 最后的成品是一份细腻浓稠的热果汁 最后加入一些枸杞 我们的快手甜品 冰糖雪泥汁就做好了 气温变化的时候 这样做一份给孩子或者自己 暖暖的一口喝下去 真的很舒服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本期的视频 请别忘记关注和点赞 我是小薇 我们下期再见